这怕是有史以来,最穷的修仙宗门,堂堂元英七长老,却在这扫地造饭,绝了半条腿的老祖,还要砍柴维持宗门生计。 就连这两个天骄之子,也不能幸免,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修行方式? 真是惨绝人华,如此麒麟之菜,竟用来打杂味鸡,这两个逆天小啊,我势必要得到。 原来这两个鬼鬼祟祟的老力,竟然是某上古隐世宗门的长老。 师兄,我们何必这般躲躲藏藏,对方一个瘸子,一个垃圾,直接抢过来不就成了? 师弟,你太草率了,不能给这两个小啊,留下不好的印象,否则必定会影响将来修行。 咱轻猫了半天,你就因为这个? 那不然啊。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? 两位道友,扇门一叙。 敢问前辈有何指教? 把那两个孩子交给我们吧,他们不属于这里。 糟糕,冲着艾缠他们来的。 道友说笑了。 你不讲武德,我话还没说完。 那重来一次。 这这这,还是算了吧,我可不想提前吃喜。 老祖,你们是谁? 这些你没必要知道,让那两个孩子心甘情愿跟我们走,我可以放了他。 休想。 小小原因休士,堂毕挡车不自量力,本尊先打断你一条腿。 就在这电光火时间,一副画作从暗蓝雪身上飞出,并在半空中,随后斩了开来,瞬息间,整方空间皆被冰封。 这是大能高人的画作,我竟是忘记此灯法宝。 老祖,你没事吧? 我没事,腿,腿还动着。 这两个老六万万没想到,竟然在这小小原因休士手动,翻船了。 你们到底是谁? 小女王,你摊上大事了,赶快放了我们,不然后果你负不起。 是吗?那我先打断你们一条腿。 你,你们,竟然自爆,老祖怎么办? 你刚才那个是何神器? 哎呀,忙起来竟忘记跟你说这件事了。 我在青山遇见一位大能前辈,赐下我一副画作,这副画作能引动天地道法。 天地道法何其超然,仅仅一副画作,便有如此威力,恐怕大地也做不到。 暗蓝雪你遇到仙人了,你走天大的福运啊。 什么,仙人? 我紫霞能要大星? 可是这两个人怕不是善累,就这样莫名其妙死在这。 没有什么可适的,来头再大还能大补仙人吗?把他们的储物带收了。 不能啊,吃了这么多,怎么一点修为都没长? 就是就是,莫不是个白痴。 时风,你确定风铃祖坟,就只有这一个女修? 难不成有两个吗?我说的是其他质宝? 那绝对没有,风铃老祖穷的叮当响,耗子来了都得含泪走。 这么惨啊,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? 那不然呢。 N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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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YO,WAKAHO。 你说什么呀? JITSU,ZIN-DORITY。 你要修行。 可你没有灵力啊? 我这倒是有意法门和是他。 什么法门? 断体之术。 对啊,断体无需灵力。 我が向かい先。 修士的陣子。 我が用合体本。 怪异团。 文化。 救いが的俗人。 虽然听不懂你说什么,但是,但是,我还是答应你吧。 从今天起,我就是你的师父了。 よかった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时风,他叫什么名字呀? 我也不知道,他衣服上有一个丸子。 何してるの? 丸子呀。 那那那,那就叫你杰衣吧。 这,这跟丸子,有一毛钱的关系吗? 阴帝青州,一股翅膀冲天而起,吓得鸟瘦乱飞。 姐姐姐,不知多少在,我正式破开了封印。 不好,魔刀冲过封印了。 火速通知各大地族,势必趁魔刀恢复魔力之前,将其再次镇压。 看来阴帝要生灵涂炭。